精心煲凝湯,身体好健康 欢迎大家收看天下卫视健康 饮食节目,精致力汤第二季 我是Yanny,是我身边的预理汤师傅 师傅,师傅好 Yanny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师傅,第二季了 但我见你今天今天是精致力汤 今天准备的材料好像很少 应该是什么汤 我们今次跟观众朋友介绍 这个是牛尾、萝卜、粟米汤 牛尾、萝卜、粟米汤 听起来好像很健康的样子 是 而且师傅,我知道 这个星期其实是中秋节 大家中秋节快乐 是的,中秋月快乐,观众朋友 是的,但中秋节 我们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教作 我们跟观众朋友说的是冰皮月饼 冰皮月饼 但是好像很难,师傅 因为我研究过冰皮月饼 有这个粉、那个粉 然后要混合在一起 然后又要搅拌这个 会不会… 其实不是很难 是不是真的 我们又不用烘烤 又不用炸,一蒸就行了 一蒸,那真是蒸至漂亮的汤 是的,这个皮是用来蒸的 原来是这样的秘诀 好,师傅,不如先做这个汤 我们介绍一下材料 牛尾汤就是牛尾 牛尾,这里是一大条 磅磅磅磅磅的牛尾 萝卜、熟米、红萝卜 我们牛尾本身有酷味 酷味是什么味道 有酥味 酥味,即是牛尾是特别酥的? 有少许,也不太特别 所以我们要多加些姜 所以姜我们要多准备一些 这样就水滚了 水滚之后,我们就… 放姜 放姜 放姜进去 是否需要姜,要先煮一会儿 是,也可以的 好 先煮一煮姜 我们就放牛尾下去了 师傅,牛尾是红色的 那样是否还没飞水 我们牛尾可以不用飞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牛肉本身 我们想保存营养价值 我们用冻水浸着它 让它出血水 那冻水浸要浸多久? 一个小时 我要浸一个小时 让它出血水,就可以了 是否因为牛骨 平时我们煮汤是用猪骨的 但这两个骨是不一样的处理方法 我们想它更保持营养价值 但是猪骨就要飞水了 好吧 那我们放牛尾下去 所以牛尾多数都是煮汤 炆会比较多 那我们放几粒红棗 对,我们的煮汤三寶 红棗、蜜棗、姜 那我们之后就放萝卜 萝卜 萝卜也是这样,煮刀切 这一煮汤,我看你的搭配 萝卜、红萝卜、粟米 有什么效用 你有塗过萝卜是什么好 我知道,我们古语有云 就是冬吃萝卜下吃姜 是 萝卜应该是可以散起 下气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看到萝卜经常是配牛 像牛腩、煮牛骨 为什么萝卜要配牛 它本身可以吸收酥味 是 配牛尾 当然就是这个健保之暴 也有这个健筋骨 是 红萝卜可以增加甜味 本身是有甜的 是,你已经放了红棗和蜜棗 这个汤应该是甜的 接着就放了粟米 粟米也是甜的,师傅 是 而且我知道粟米有舔水的功效 平时我们在街市买的粟米 其实粟米酥也有用 用来煲水可以舔水 所以红萝卜和粟米是很搭的 所以全部都是搭的 这个萝卜和牛 好,那我们把粟米放进去 粟米也是放在面上比较多 因为会熟得比较快 而且它会比较甜 让它有甜味出来了 好,那我们盖着盖 这个牛尾应该要熬很久,小伯 烧热后,熟慢火 煮一个半小时 好,这个煲汤期间 我们就准备冰皮饼 休息一会,一会见 师傅,那我牛尾汤正在煲 我现在可以准备冰皮饼 我看到也颇为之多料 是,我们这次跟观众朋友介绍 这个是金沙流心 金沙流心冰皮饼 所谓金沙就是咸蛋黄 咸蛋黄,那这是什么 这是鱼胶粉 鱼胶粉 一般的超市都可以买到鱼胶粉 可以,在超市买的 这个是奶油 奶油是否我们上次煮的 鱼胶粉 鱼胶粉 对… 做鱼胶粉 榴莲鱼胶粉 对 牛油 牛油 砂糖 就是这样的 材料很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製作了 好 咸蛋黄 咸蛋黄有多少个 这里有12粒 鱼胶粉 师傅,我们今天会做多少个冰皮饼呢 大概是20粒 20粒 够了… 首先,我们将咸蛋黄弄散掉 咸蛋黄弄散掉 咸蛋黄弄散掉 如果你的家里有料理机 用料理机 可以打烂它 那我们将它捏碎之后 我们将牛油放进去 牛油 牛油,这里是100克的牛油 100克的牛油 那个牛油我们在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应该都要… 放在常温 室温 放在常温 让它暖一暖 那它就容易搅了 是的 我们将它搅匀之后 好 把糖放进去 糖 这个糖 这个糖是200克 200克的糖 200克的糖 师傅,我看你每次放 都会很精准地凉凉 是的,我们做饼、做点芯 是要比较精细的 这个… 师傅都会建议 大家家里也有个清 有个清 就算你没有把清 心里面有把清 心里面有把清 就是总之那个量 就是要尽量精准 我们尽量精准 那我们将它搅拌均匀 你看,你的饰水真的很漂亮 还有这个浓浓的咸蛋黄味 然后还有牛油味 牛油味真的很香 那好了 这里有牛油和糖,对吗 那我们将奶油 这里… 这里是… 200克的奶油 200克的奶油 所以还不能凝固 我们只能够用鱼胶粉 来帮它凝固 那鱼胶粉 鱼胶粉在这里 这里是40克的鱼胶粉 40克的鱼胶粉 我们就放200克的滚水 开用它 那我们就放200克的水 好,先搅拌一个零 师傅,真的要计划 多了它就会稀 对,200克,对吗 我来我来 然后我们先把它溶解 鱼胶粉其实是什么 鱼胶粉是一种用骨… 鱼骨 用骨胶鱼来熬出来 鱼的骨 又不一定是鱼的 我不一定是鱼 我闻到有点腥味 对,对 对,那我们用了它之后 把它倒入 师傅,因为我看到鱼鱼 是否一定要全部 溶成这个汁的东西 对,那就会更好 否则会结构 对 好,我可以帮你搅拌 那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搅拌至它已经开始凝固,对吗 好了,我们要蒸一蒸 是否一定会搅拌均匀 因为现在还有咸的东西 咸蛋黄,我们吃到有咸蛋黄 这样才知道是金沙 对吧 金沙 对,那我们先蒸一蒸 大概蒸15分钟 15分钟,大火蒸15分钟 我们就调到这个蒸的模式 然后就15分钟 好,我先打开 好 那我们盖上去蒸15分钟 蒸完15分钟之后 我们就放入冰箱写两个钟 让它冰冷了 这样就可以做了 有没有说是冰冷还是冰冷的 对,不用冰冷就可以了 冰冷就可以了 好,冰冷就可以了 好,冰冷就可以了 好 好 对,我们可以做到一个饼形 对吧 好 我看你已经准备好这些冰皮的阵 已经是 冰皮要用的是糯米粉 糯米粉 煎米粉 糯米粉、煎米粉 糯米粉、煎米粉 糯米粉、糖、鲜奶 鲜奶 好,还有这些是加工粉 稍后我们用来做爽的印 好,我们稍后再说这个 好,那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所有的糯米粉 这里是多少的量 这里是135克 135克,真是精准的 好 135克的糯米粉 135克的糯米粉 135克的尖米粉 尖米粉 尖米粉是什么 尖米粉就是大米 大米 糯米粉就是糯米 对吧 尖米粉 这个是凳面 凳面 凳面是100克 100克 凳面 好 这样就混在一起 这里是200克的糖 200克的糖 200克的糖 混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 将它 开匀 我们重新一下 这个是20克的糯米粉 好了 好,就是慢慢地放 好 它就不会很生粒就可以了 它没有,所以它一放久 它就会干,裂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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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 好 它就很滑了 好 我们把它拿起 很厉害 对,这也是普通的一个小 把它过滑 把它过滑 把微粒过滑出来 有没有说我们要按一下它 让它可以… 可以 即使用得就用 对了 好 好 那这张就很漂亮 漂亮 好 这张就很漂亮 好像奶 那张呢 我们把它蒸熟后 冷凍一下 就可以做饼 所以最关键就是蒸 所以一定要蒸菜 不是蒸菜,而是蒸粉 蒸粉 好吗 蒸月饼皮粉 好,这个是原色 原色呢,那我们就想它有… 漂亮点 有点色彩卖卖卖卖 那我们今天就准备了火龙果汁 火龙果汁 还有紫薯汁 就是紫薯汁 平时我们用搅拌机这样搅拌 是的 然后把粗的纤维出来 好 这个,我们… 这个是火龙果汁 你倒就可以了 少许可以 是 哇,很漂亮 有点像草莓 草莓 草莓奶色的感觉 哇 我们把它倒进碗子里 蒸 师傅,如果你放这个紫色 它和红色会不会混合? 不会的 红色本身就是纸红色 不要紫红色 好 这个就是紫薯色 好 那我们就要… 我们有一个圆色的圆色 圆色就是白色的,对吗 圆色 快点弄了 好,完成了 那我们就可以蒸 放下去蒸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倒汗水 最好用的是保鲜纸 或者用盖子 用盖子 对,我们今天准备了盖子 盖子 好 好 师傅,是不是也是滚水 滚水 水滚 是,准备蒸也是水滚的 对,我们已经是 预先热好的蒸炉 放进去 滚下去 对 你师傅,我看你也不是吸紧的 是否因为它会… 我们要隔开温水 所以轻轻地改一改 对 好 盖子 整 ear 我们要煮20分钟 好 讓20分钟 好 蒸完后,SPEAKING 用冰箱浸冰冷 真的、我蒸好后立即加入冰箱 对吧,原因是被你出现 她要冰火了 就是要冰火薯再可做 就是,今天将 enjoy 放凤肿 还是垢最后一个冷凍 也可以 冷凍 也可以 师傅,我们蒸熟了后 已经冷凍了两个小时 我們怎樣才知道已經冷藏好了 蒸熟後, 冷藏了兩小時 用油來搓搓 手感現在不黏手 對 我們可以印月餅了 這個我可以幫忙… 你知道這個月餅要多大嗎? 這個月餅…兩三寸? 不是猜的 不是猜的 是標準的? 好, 我們用餡料 好 將它印上去 我才會…我才會用餡料 你才知道魚餅多重, 是嗎? 這一步我真的不知道… 印好之後, 這個月餅滿了, 是嗎? 就是已經有這麼多東西了 是 我們將它印出來 裹一裹, 裹一裹 就知道有多重 裹一裹 裹一裹, 裹一裹 116克 那算是120克 120克 那我們的餡料 跟皮的比例是兩份餡料 一份比 那我們的餡料就清掉 80克了 80克, 撕80克 80克了 是嗎? 80克 好, 我們的皮就40克了, 是嗎? 45克 這麼… 40克, 是嗎? 這麼少皮, 能否包得到? 那你先看看 你示範一下, 我先看過 好 我們開箱後, 撕開, 是嗎? 嗯 把餡料包進去 用斧口的… 把它捏起來 捏起來 是嗎? 它這個透著淡淡的黃色 在裡面 我們呢? 怕它黏, 我們會加一些粉 這是糕粉 糕粉 是熟的糯米粉, 其實就是 即是自己家裡也可以做 因為我們本身這個已經有糯米粉 對, 把它壓下去 印好之後 壓得會緊緊 對, 把它印出來 現在就用冰體魚餅了 用這個粉紫粉紫, 中間還透著黃色 一看就知道裡面有流心有多少 對, 那我們將它放在這裡 好 我們放在這裡 那你做第二個顏色, 是嗎? 我來… 好, 做這個火龍果紅色 火龍粉紅色 40克的 40克 我想這個也有點多 40克 差不多了 好了 那我就… 不用加油 師傅, 我… 不要緊, 不要緊… 是不是要用油, 不用黏手 你剛才說 對, 沒那麼黏 好, 那我就… 我們將它搓滑 會不會在我手套搓點油 會搓點呢? 會的 好, 那我做這個 可以嗎? 好 好, 然後我就拿這個80克的餡料 80克的餡料? 差一點點, 很準確 差幾克… 對… 可以了… 真的很多 我們把它搓完 好, 讓我硬碎這個餡料 好, 就… 這是手工時間 不行了, 我們已經夠了 好, 夠了 雖然不是這個正宗圓形 那我們把它包進去 讓我來… 這個是有點工夫 要用這個褲口, 對嗎 褲口, 然後… 這樣嗎 對, 把它捏起來 捏起來 對, 其實這樣已經可以了 漂亮了, 不要漏就行了 對, 不要穿就行了 所以硬的時候要比較均勻 對, 不要… 一度厚一度 厚一度薄 就會打到影出來 好 你再爽一點化 爽一點化 不然會黏著印出來 你說得這樣 又多頭了 多頭 對 這樣就輕一點就行了 對, 已經穿著我了, 師傅 不要緊… 少許不要緊 好 把它印上去 印上去 輕輕地勾平… 狀態 好, 那我就… 很漂亮 這個很浪漫 真的感謝師傅的教導 我這個人生第一個冰皮月餅 很享受 這樣我們還有一個… 三色的給你看看, 好嗎 三色 壓 這樣就有一種漸變的效果 師傅, 我們這麼辛苦做了這些皮 除了冰皮月餅之外 還會做甚麼 我們有Mochi Mochi 我們平時吃的綠茶Mochi 那些都是這些皮 裡面可以包雪糕 是的 我還可以包純純的水果 你有吃過雪味糧嗎 有… 都是這些皮而已 但裡面就是包忌廉 對… 很大的滿足感 就是這樣把它搓圓 這三種顏色, 是不是 這隻手拿著另一邊 然後不停地旋轉 讓皮均勻一點 不要一道厚、一道薄 很夢幻, 是不是 好 我們先把它放少許粉 不用黏著印 我們的少女心已經爆起了 很久了 好 你來了 對, 漂亮了… 好 好, 出來 是嗎 逼不及待, 給觀眾看看 好 這裡我們可以做到20個皮 20個的糧 好 我們現在先做到這樣, 好嗎 我們這個不用蒸 然後放進去雪就行了 對, 放進去雪就能吃 歡迎回來我們的精緻靚湯 師傅, 這個湯的味道 我隔遠都已經聞不見了 感覺這個湯真的很適合中秋… 戒節來喝這個湯 戒節, 對… 這個又可以秋季進補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看 這個牛尾 粟米煲蘿蔔 看起來非常健康 因為有蔬果在那裡 然後又有肉 不過這個煲的時間比較長 因為牛尾比較硬 我們過半小時就已經很好了 好 我們現在要加鹽了 要… 鹽就適量了 加一些色除磚便宜 對, 你… 鹹淡就自己喜歡 少許 等不及… 好, 師傅 好, 來, 先喝一口湯 好 這個… 而且還聞到一些… 蘿蔔粟米的味道 對, 蘿蔔粟米的味道 喝一口湯 接著就可以吃這個… 冰皮月餅 是吧 冰皮月餅 對 嘗一嘗 這個蘿蔔和粟米的清香已經聞到了 味道是有這個很香濃的牛油的香味 牛肉味 對… 接著配上蜜蘿 甜甜的 果然 不出我所料 是一個有甜又滋補的一個牛尾湯 朋友, 秋天記得進步要先選這個 好, 那我們的冰皮月餅, 師傅 來了 嘗嘗我們的這個冰皮月餅 這是你做的 記得這是你做的嗎 對, 這是我第一個做的 對 我一定要切一塊給師傅 辛苦你了 今天教我們做冰皮月餅 我們看看 我們… 切好之後, 我們先讓觀眾看看吧 是吧 冰皮月餅就是流芋生冰皮月餅 這個是滿滿的奶黃 好了, 切一塊小的 好 起 很香 煙煙韌韌 對 又甜 我們剛剛之前的鹹蛋黃 因為不是全部都是碎掉的 真的吃下去的時候… 切到鹹蛋黃 對, 它就開始在我嘴裡爆出來 爆香 又香又甜, 而且又香甜 我覺得這個非常棒 師傅, 不如切一塊給你吧 好… 好… 對, 切得應該沒那麼… 這麼淚色 來吧 怎麼樣? 這個徒弟的作品 可以了… 可以…好 下年是你的了 好, 下年不能跟我做 對, 如果觀眾朋友看到我們新的這一櫃 如果發現我們的套餐不同了 漂亮很多 我們一定要感謝 Fremont的ZMC前進廚櫃 對我們節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觀眾朋友想重溫 我們這個蘿蔔粟米牛尾湯 以及我們的冰皮月餅 就要去到我們天下衛士 醫食主人頻道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食譜了 師傅, 下一集 現在做好東西給我們吃 好… 辛苦你了 不要客氣 我們下星期見 觀眾朋友再見 拜拜 拜拜